說到中東 大家的第一印象應該就是 這邊賭魚這樣的戰爭 好像永遠都打不完耶 感覺光是要搞懂這裡有哪些國家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更不要說背後有非常複雜的宗教 種族跟歷史矛盾 尾巴戰爭的開打 讓世界的焦點 再度回到中東 但究竟為什麼 猶太人跟阿拉伯人 都這麼堅持 要住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 面對以色列的步步緊逼 阿拉伯人又該如何生存 國際為什麼 我們為你解釋一個難解的國際現象 究竟從何而來 今天要跟你聊聊 尾巴衝突的歷史原因 帶你回到千年前的應許之地 首先 從應許之地的產權 猶太人的流亡 英國人瓜分中東 到無止境的中東戰爭 相信大家看到這張圖 大概就有心理的準備 知道今天我們要討論的 會是一段長遠但精彩的故事 是的 第一段我們要先來聚焦 中東議題比較少人會深入解釋 但是卻十分關鍵的聖經故事 讓我們來談談為什麼 大家都想住在應許之地呢? 說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這一切的起源 必須從一塊叫做應許之地的土地 開始說起 究竟應許之地是個什麼樣的聖地 為什麼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都想住在這裡呢? 節目開頭我們先回到4000年前 來了解這段 兄弟爭家產的聖經故事 首先關於應許之地這個詞 最早是源自 《舊約聖經》 《創世紀》當中的記載 土地範圍隨著不同篇章 而有些許不同 但大致上是現在的 黎巴嫩、以色列、約旦河西岸 跟加薩走廊一帶 其中這廣為人知的耶路撒冷 就是這裡的重要城市 這個地方又被稱作迦南美帝 之所以叫做應許之地 是因為這裡就是上帝耶和華 賜給先知亞伯拉罕的土地 在這邊你可能會想先知道的是 什麼是先知? 這位亞伯拉罕又是誰呢? 其實先知就是上帝 從眾生中拣選並給予祝福的人 他們被賦予特殊的任務 需要向人們傳達神的訊息或指示 所以也常常被稱為上帝的代言人 亞伯拉罕這位先知原本住在蘇美地區 大概是現在的伊拉克附近 在他七十歲那一年 接收到上帝耶和華的祝福之後 便帶著家人眷屬搬到了應許之地 並為耶和華祷告奉獻 亞伯拉罕有個太太名叫薩拉 兩人一直沒有懷孕生子 於是亞伯拉罕就向耶和華祈求 希望能夠有小孩可以繼承家業 但由於兩人當時都已年老 為了達成丈夫的心願 薩拉就把自己的侍女夏甲 給亞伯拉罕納為妾 沒想到 侍女夏甲真的懷孕了 但身懷六甲之後 她跟太太薩拉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最後侍女夏甲懷著生命被趕出家門 當夏甲在荒漠行走時 她遇到了一位天使 天使要她返回主人薩拉身邊 便依照耶和華的指示 生下了亞伯拉罕的第一個孩子 叫做以什瑪麗 當時天使說了 以什瑪麗會成為像野驢一樣的人 人們會攻打她 而她也會攻打人們 接著時間很快來到亞伯拉罕99歲這一年 是不是這時 耶和華再度向亞伯拉罕顯現 明確地表示 太太薩拉會替她生下第二個兒子 而她把這個新出生的兒子命名為以撒 並承諾應許之地 只會賜給亞伯拉罕跟以撒的後代 起初夫妻倆都不以為意 因為當時的薩拉也早已高齡90歲了 結果第二年 薩拉竟然真的懷孕 並生下的二兒子以撒 生小孩本來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亞伯拉罕卻十分苦惱 因為在這之前 亞伯拉罕原先以為大兒子以什瑪麗 就是神應許的孩子 所以對她非常疼愛 但是在二兒子以撒出生後 某次太太薩拉 借機要求亞伯拉罕 把以什瑪麗母子二人再次趕出家門 而且不允許以什瑪麗擁有繼承權 最後 耶和華也要求亞伯拉罕要聽從妻子薩拉的建議 於是大兒子以什瑪麗跟母親夏甲 又流落於荒野之中 走著走著 當兩人將皮帶的水喝光 陷入絕境的時候 再次看見了天使 天使不但再度保護了母子二人 還告訴他們 以什瑪麗將來會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祖先 好 九月聖經的故事 我們先暫時說到這裡 你有猜到故事會怎麼發展了嗎? 以薩跟以什瑪麗這對分道揚鑣的兩兄弟 在後來分別被視為是猶太人跟阿拉伯人的祖先 而荒漠中 天使對以什瑪麗說的話 彷彿暗示了阿拉伯民族往後多戰的命運 是的,你沒聽錯 這兩個在中東吵得最厲害的民族 其實都源自於亞伯拉罕 他們是親兄弟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應許之地 我要按照舊約聖經的記載 耶和華承諾的繼承權是屬於二字以薩 以什瑪麗並沒有成為上帝的選民 因此應許之地只屬於以薩 跟他的後代猶太人 但這樣的說法 就跟阿伯人信奉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敘述不同 因為古蘭經上寫的是 上帝把應許之地賜給了更忠誠的人 也就是亞伯拉罕的大兒子 以什瑪麗的後代 而不是以薩 兩邊敘述出現矛盾 雖然伊斯蘭教相信 舊約聖經也是來自上帝 也認同兩部宗教經典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因為時間久遠 最後伊斯蘭教只承認古蘭經 才是最正確的版本 就這樣 由於兩個民族都主張自己 才真正擁有應許之地的所有權 從此被種下了阿拉伯人跟猶太人 長久矛盾的原因 接下來進到段落二 談談關於猶太人的流亡 為什麼當時的應許之地 後來的巴勒斯坦 在上面住的不是猶太人呢? 剛剛藉由舊約聖經的故事 讓我們理解兩大民族的應許之地之爭 但說到這裡 大家可能又要好奇啦 如果先按照舊約聖經所說 以薩的後代 也就是猶太人 並沒有像以什瑪麗被放逐 應該繼承應許之地了吧 那為什麼在現代社會的認知中 卻普遍存在 猶太人流浪世界各地兩千年的印象呢? 為了解開這個疑惑 我們來深入尋找猶太民族的歷史 仔細翻譯歷史典籍可以發現 古代猶太人的歷史其實不太容易還原 原因是缺乏史料的支持 現今世人對以色列猶太民族的理解 多半都是依靠舊約聖經這些宗教典籍的說法 並沒有明確的結論 不過目前比較主流的史學研究 推測猶太人有可能是希克索人 希克索在古埃及語的意思是外邦人 發跡於應許之地一帶 希克索人在戲院前17世紀 進入埃及 跟埃及人有過100多年的對抗 後來戰敗被趕出埃及 回到原本的居住地迦南 而在這段歷史中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希克索人的遷徙 不僅跟猶太典籍記載中 猶太人因為飢荒等原因多次出入應許之地 這種曾經離開 但後來返回故族的說法十分相似 也非常像舊約聖經當中 出埃及記的情節 印證猶太人最終重回應許之地的說法 沿著希克索人的歷史 我們繼續追查 他們四處遷徙的足跡便可以發現 自古以來應許之地 就是一個擁有文化多樣性的地區 根據周邊民族的考古紀錄 還有舊約聖經的說法來看 應許之地會在陸續被 亞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希臘人統治過 雖然在不同時期 政治因素使得猶太人陸續流亡於各地 但仍有不少猶太人 持續在應許之地反覆井出 然而直到羅馬帝國征服了這片土地之後 改變了一切 7月6年 羅馬帝國在當地建立了猶太省 並對猶太人進行了一連串的剝削、宗教壓迫 從應許之地被佔領、民族被奴役 或是第三任羅馬皇帝卡利古拉 因自認為上帝而想將皇帝雕像 放置於猶太聖殿等種種原因 使猶太人不滿羅馬人的統治 多次爆發起疑 7月135年 就在羅馬軍隊 再度攻信應許之地的重要城市耶路撒冷 平息了多次動亂之後 為了給猶太人施以更嚴重的懲罰 羅馬皇帝哈德良下令 拆除耶路撒冷聖殿 並將猶太省併入敘利亞省 改稱為敘利亞巴勒斯坦省 在這邊我們特別說明一下 巴勒斯坦這個詞 最早是出現在古希拉歷史學家 西羅多德的紀錄中 指的是從埃及到黎巴嫩之間的土地 也就是應許之地的範圍 而羅馬皇帝哈德良 這次將猶太改名為巴勒斯坦的舉動 目的就是想把猶太的概念 從這片土地上抹除 不止如此 哈德良更著手開始將耶路撒冷 改造成希臘羅馬式的城市 並從此禁止 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 於是從那時起 猶太人就被迫離開應許之地 開始在世界各處流亡 並從此改變這塊土地的命運 在接下來的幾世紀裡 從西元638年 阿拉伯帝國征服巴勒斯坦開始 直到1517年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 統治巴勒斯坦地區 再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經過上千年的漫長歲月 這片猶太人視為依歸的應許之地 早已成為阿拉伯人世代居住的土地 並且已經伊斯蘭化了 終於我們把時間拉回到近代了 來到英國人瓜分中東 我們要來跟你談談 尾巴衝突的開端 為什麼是源自於英國呢? 說到這裡 這應該是我們頻道史上探討過時間 跨度最長的一集內容了 真正橫跨了西元前後的4000多年 在這邊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這集的處理手法 習慣看國際事務的觀眾 一定都知道 種族之間的紛爭 除了跟利益有關的地緣政治之外 其實更關鍵的糾葛 往往都隱藏在彼此的文化脈絡裡 所以我們才會在前半步 花了一段時間 試著綜合宗教故事搭配歷史的角度 來加強大家理解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 那親近但又複雜的關係 那接續剛剛的故事線 既然阿拉伯人在應許之地住了上千年 並落地生根 那流亡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為什麼有一天會突然決定 回到應許之地建國? 其實這一切紛擾的源頭 來自於英國 將時間軸拉到20世紀初期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俄圖曼土耳其帝國加入德意志帝國為首的同盟國 與英法爾等國組成的協約國 形成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 為了打敗俄圖曼帝國 英國把目光看向了西亞的阿拉伯人 為了拉攏這方關鍵勢力 英國政府與阿拉伯領袖 海山本阿里進行談判 要求海山發動反抗俄圖曼帝國的起義 並告訴他們 如果成功推翻政權 英國就會承認讓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國家 這個密謀的協議 又叫做麥克馬虹海山協定 於是在1916年 俄圖曼帝國境內的阿拉伯人 發起大規模的起義運動 稱為阿拉伯起義 最後成功促使俄圖曼帝國的瓦解 但與此同時 英國人卻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舉動 原來英國人對中東地區的佈局 不只是跟阿拉伯人接觸 還按提跟法國、俄羅斯進行交涉 討論俄圖曼帝國瓦解後的瓜分問題 早在1916年阿拉伯起義前 就有秘密達成共識 要跟法國瓜分中東 這份秘密的協議 就是著名的賽克斯-皮克協定 不只這樣 英國人也向猶太人招手 1917年英國外務大臣貝爾弗寫了一封信 內容是英國政府支持猶太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 這份貝爾弗宣言 可以說是全世界首個主要國家 支持猶太人回到應許之地的文件 英國之所以這樣做 一方面是希望獲得在金融體系 有龐大影響力的猶太人 在戰爭財政上的支持 同時也要消耗猶太人 跟同盟國政府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 巴勒斯坦距離蘇伊士運河很近 如果有一個猶太政權在那裡 就有助英國掌控運河 就這樣 英國人把中東的土地 同時承諾給阿拉伯人 法國人與猶太人 但這三方承諾卻彼此矛盾 根據統計 當時巴勒斯坦地區有超過九成是阿拉伯人 然而就在貝爾夫宣言公開發表後 開始有大量的猶太人 返回巴勒斯坦 這裡我們就可以把開頭 講的對應許之地的宗教認同 銜接起來了 由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都認為巴勒斯坦主權屬於自己 所以英國人的兩面手法 埋下了族群衝突的種子 加深日後兩個民族難以化解的對立 這場由英國主導的中東瓜分 在一戰結束後 法國分配到敘利亞跟黎巴嫩作為托管地 而巴勒斯坦這個地區 由於領土爭議 西方國家希望在中東保有勢力 維持區域穩定等原因 國際聯盟決定將它暫時交給英國管制 不過托管章程讓阿拉伯人跟猶太人都很失望 一方面沒有給猶太人建國的承諾 也沒有保障阿拉伯人的既有權益 完全是一個 建立在西方國家利益之上的規則 對英國不滿的情緒 在1936年引發了一場規模龐大的阿拉伯大起義 甚至在1944年也爆發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暴動 想推翻英國的托管狀態 英國不只從此失去了兩個民族的信任 也因為二戰的衝擊 已經無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發揮影響力 好 來到最後一段 我們把視角拉回巴勒斯坦來談談 為什麼以阿戰爭就是打不完呢? 由於英國沒辦法處理巴勒斯坦 只能把這個爛攤子丟給聯合國來解決 1947年聯合國通過181號決議 要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國跟猶太國這兩個國家 就是著名的兩國方案 但阿爾文並不接受這種土地遭到分割的分配 認為這罔顧了阿拉伯人 已經在巴勒斯坦居住上千年的歷史事實 導致決議通過後 當地的族群衝突迅速升溫 而對猶太人而言 依循旧約聖經的記載 他們相信只有應許之地 才是上帝賜給他們的土地 只有那裡才是假 因此懷著這股想回家的願望 在外地流浪2000多年的猶太人 在1948年5月14日 英國將要結束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後一天 不顧阿拉伯人的反彈 發表獨立宣言建立以色列國 不到隔天 周邊的7個阿拉伯國家 就組織2萬多人的聯軍進攻以色列 而以色列也不甘示弱的宣戰 引爆了第一次中東戰爭 又被稱為以色列獨立日戰爭 聯合國主導的分治計劃宣告失敗 此後 以色列跟阿拉伯國家還陸續發生過4次中東戰爭 加上其他小規模的衝突 使得以阿之間的對立自1948年以來 從來沒有停止過 為的就是巴勒斯坦這片土地的歸屬問題 戰火連連也連帶讓以色列背後的 美國、英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矛盾逐漸加深 與此同時 為了因應以色列的軍事進攻 在眾多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下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也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來作為反抗以色列的軍事單位 然而促使中東地區 全力劃分最關鍵的轉折 此刻則是發生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 也就是六日戰爭 這場僅僅只打了6天的閃電戰 以色列獲得壓倒性勝利 不僅打下埃及控制的加薩走廊 西奈半島 還有約旦掌控的約旦和西岸 也從敘利亞手中攻下戈蘭高地 並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徹底趕出巴勒斯坦地區 在約旦黎巴嫩流亡 有研究稱 六日戰爭是以色列 從一個自認為為生存而戰的國家 轉變為佔領者和區域強國 此外也對阿拉伯國家的政權 造成深遠的打擊 因為這是阿拉伯人 對於傳統的政治勢力失望 加上以色列透過囤懇政策 一步步蠶食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 這種擴張勢力的結果 讓以阿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 不滿的情緒 逐漸變成極端主義發展的溫床 包括伊斯坦聖戰組織 以巴嫩真主黨 還有哈馬斯在內的武裝組織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誕生的 看到這 你可能會想 哇 宗教再加上地緣政治的辛酬舊恨 難道猶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矛盾 就真的無法化解嗎? 在1993年 以阿關係曾經迎來重大轉折 當時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主導下 以色列總理拉賓、巴解組織主席阿拉伯特 在美國簽署奧斯陸協議 宣告成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要求以色列撤出部分在加薩走廊 跟約旦回西安的軍隊 兩國方案開始有了實質進展 雖說這是以巴衝突的重大和平進程 但是雙方有些激進支持者仍然不買單 1995年11月 以色列總理拉賓 因此被極右翼分子刺殺 巴勒斯坦也有人發動恐怖攻擊 而影響這次和平進程最重要的事件 其實是1996年的以色列大選前夕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多起大規模的恐怖攻擊 導致想持續推進和平計劃的總理裴瑞斯 以三萬票之差 億萬敗給走極右路線 立場強硬的納坦雅胡 以巴的兩國方案 再次無疾而終 整個議案 而且也對阿拉伯 因為我們是家人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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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被人家 從來取得到我們 從來取得到我們的土地 從來取得到我們的路線 從來取得到我們的未來 從來取得到我們 從來取得到的賛成 这些国家的国家的国家是在我们家的国家的国家 我们是联系们的联系们 4萬億的我的人是藝人全世界 所以看完今天這一集之後 對於2023年爆發的這場以巴衝突 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嗎? 這場發生與以色列跟哈馬斯之間的戰爭 雖然去年衝突的開端 是哈馬斯率先滲透以色列南部進行攻擊 才導致以色列大規模回擊加薩走廊 但是拉回到歷史的發展來看 以巴衝突的是非對錯 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定論的事情 過去猶太人以宗教典籍的記載為由 主張對應許之地的所有權 但是對於早已在這片土地上居住的上千年的阿拉伯人來說 無論從宗教、種族與歷史各層面來看 這一切的衝突源頭 更像是因為猶太人強行返回應許之地 阿拉伯人又沒有得到相對應的權力保障 才導致今天的掌舉 說到底 其實以巴衝突就如同許多區域動盪一樣 深層原因並非只有來自當地 背後更是因為有許多西方列強為了利益 伸手介入 才造就了如此混亂的地緣政治紛擾 到底英美大國的角力怎麼改變這片古老的土地 導致近代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分子的崛起呢? 在下一集我們再繼續為大家揭曉這複雜的中東局勢 國際為什麼 我們下次見 喔!真的是好長的一集 但聽完這47年的來龍去脈 如果有幫助你更了解尾巴衝突 有帶來不一樣的新觀點 也請記得留言讓我們知道 上一集非常感謝大家喜歡我們對於俄物戰爭的報導 謝謝你們有看見國際為什麼在腳本、畫面、配樂等各方面的用心 歡迎大家繼續用hashtag 起奇跟你說來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與想看的主題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與訂閱 最後要大大感謝每一位付費支持我們的頻道會員 特別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由你們的支持可以讓我們走得更遠